意大利美食的历史迷人 意大利美食的历史迷人 非凡且根源深远 它反映了意大利最深度的历史 在各种传统的生动马赛克拼贴画中 可以发现它的本质 并找到它的统一性 对于意大利人民来说 美食代表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它有着真正的价值 在意大利 食物不仅是制备和食用 而且是分享和庆祝 最能生动的代表意大利的形象 正是在食物中 这也是世界上对我们国家的关注点之一 美食甚至比古迹 风景 艺术和音乐更重要 在全世界范围内 意大利语的食品单词已经被广泛传播并存在 让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在家的感觉 卡布奇诺 亦是浓缩咖啡 千层面 通心粉 香蒜酱 芝麻菜和意大利香肠 在商店的招牌和橱窗中出现 提拉米苏和薄片生牛肉 已经成功加入到所有西方和东方语言中 意大利面已经被超过50种语言收录 意大利美食征服了全世界 旅行中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多 即便是有修改和扭曲 因此像马苏里拉奶酪 帕尔玛甘酪 橄榄油和香醋 这样的优质产品的名称得到了认可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它起源于遥远的时代 现今已经达到了巅峰 在西班牙语中 我们发现了马卡龙这个词 它是通心粉一词的辨识 早在1517年就已出现 而不久之后也出现在法语中以马卡龙的形式 就像千层面和细面一样 连通前菜和玉米粥一起 这些都是在五到六世纪的英语文献中被记录下来的 我们持续地与其他外语交流 毕竟文字起源于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们付出也收到了回报 美食作家们非常了解意大利美食 在世界上有多么幸运 像佩莱格里诺 阿图西这样在语言方面谨慎敏感的作家 也从19世纪开始在意大利词汇中 对外来食品术语采取温和 平衡和明智的开放态度 不排斥法式开胃菜和香槟 三明治和蝴蝶酥等词汇的出现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悠久意大利词汇 如今它是国外使用最广泛的意大利单词 并成为全球主要社交网络上出镜率最高的一道菜 比萨 这个词语历史悠久 但仍然没有被定义 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意大利的方言 在阿尔弗雷多 坦奇尼1905年的现代词典中 被定义为纳布洛斯流行的一种食品俗称 早在19世纪初期 比萨饼的现代含义上 已经被记录在外国词典中 似乎它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 更早地获取了幸运 这是我们美食和语言的创造力 和推动力的又一体现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我们的食品和语言 我们必须得正确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